我是林青霞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吗 因为我想再穿一穿我的博士袍 因为我想跟你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首先我要恭喜清华大学的博士硕士学士毕业生 真的很为你们感到高兴 你们今天想必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相信这个快乐的当下会永远留在你们的记忆里 我的人生哲理是必须先让自己快乐起来 才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 我现在把我一生中对快乐的感悟跟大家分享 我在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 正在彷徨迷惘的时候 机会从天而降 我得到穷瑶小说窗外的电影角色 你想一想 一个从街上找来不到100磅的害羞小女孩 竟然要担当穷瑶电影的第一女主角 对我来说简直是不敢想的梦想 我每天欢天喜地的去片场 欢天喜地的回家 像只快乐的小鸟 有时候电影收了工 我还舍不得回去在片场徘徊 那种快乐的感觉 我至今难忘 窗外在香港卖座超过港币65万 我的第一部在台湾上演的电影 云飘飘超过台币400万 那个在50年前 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我一夜成名 成名之后 接着来的就是 报章杂志电视的采访 应接不暇的片约 我从一个很单纯的 学生校园 跳入一个最复杂的电影圈 张爱玲说 成名要趁早 但是太早成名 确实是招架不住 记得我那个时候 拍白景瑞导演的秋歌 我站在墙边等着打灯光 导演说 预备 预备 我突然之间惊醒 原来我刚刚已经站着睡着了 那个时候 我累得 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难得有一两天休息 我站在镜子前面 仔细地端详自己 我发觉 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很陌生 那是一张非常不快的 热的面孔 我 我要看一下 非常不快的热的面孔 这我这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是昏天黑地的拍戏 你知道吗 在人人都以为我年轻漂亮 有名气 片酬高 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 那却是我最没有信心 最自卑的时候 我的性格要强 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又不知道最好是什么 我 我 确逞 因为我觉得我才华不够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又要经常面对媒体和上台说话 刚出道的时候 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哑巴 就不用接受采访了 我的父母 帮我签了 人生中 第一张 合约 窗外的合约 就从三重市 结束了 我们的家庭工厂 然后举家搬到 台北市永康街四楼的 一栋公寓 我住二楼 张佛谦教授住四楼 他是我生命中 见过的 第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的好朋友都是杰出的 校长夫人 校长 教授 博士 作家 艺术家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最妄想做一个文化人 现在我几乎一只脚踏入了文化界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事 好 话说回头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鼓起勇气 跑到四楼 去按张佛谦教授的门铃 我请他教我说话 怎么讲话 他送了我一本 说话的艺术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无论是上刀山下火海 飞天遁地 我都乐此不疲 但是 就怕讲话 就怕上台 我现在比较没那么怕了 因为 我接受了自己不完美 并且我明白 世界上 没有完美这回事 只要你 尽力地去尝试 诚心诚意地去做 即使是不完美 相信大家也会原谅我 接受我 你们说是不是呀 谢谢 刚才有一点点不完美 忘了词 看了一下 二十年前 我开始写作 跟读者分享 我的所思所想 因为写作 我看了不少书 因为我写作 我观察和关心身边的人事物 学画画 我会注意美的线条 我会去美术馆 参观 来充实自己 我打开五官 吸收天底下所有有趣的事 我开始真正看待自己的喜好 唱精细 唱得不好 我也勇于表演 我不是在做别人眼里的 林青霞 而是在发掘自己 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疫情初期 其他运动不方便做 只有行山最安全 我和高维员校长的夫人 黄兴春教授 第一次相约去香港山顶行山时 天气阴暗 我们两个人只带着一把小伞 走到一半下起倾盆大雨 小伞一点都不管用 山顶无处躲雨 我们全身湿透 却仍然顶着那把风雨飘摇中的小伞 缓缓向前走 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18年前 去吴歌窟 看得遇见千年巨石的 夹在千年巨石中间开出的三朵 百里透着粉红的小花 小花经历了吴歌窟千年巨变 甚至被人遗忘了五百年 仍能向着太阳面对大地 开出美丽的花朵 我把小花的故事说给新村听 大家互相砥砺前行 企图在疫情的夹缝中 找到快乐的因子 在这三年里 我出版了两本书 《静前静后》和《青霞小品》 《静前静后》获得香港 中文文学双年奖的散文组推荐奖 新村出版了 《缘起香港》 《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 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在秘境里开出花朵的喜悦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以后的第一志愿 是进大学 本来想拍完窗外以后就去考 后来接了云飘飘 本来想拍完第二部戏就去读大学 电影卖座以后 就一步接一步停不了 直到拍了一百步 其实我真人没念过大学 电影里倒是念过不少 还念过清华大学 没上大学的遗憾压在我的心里几十年 后来想通了 在社会上工作也是学习 如果四年一个大学 我重引22年等于上了好几个大学 要学习随时随地都可以 2023年我获得香港大学颁证的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我的母亲一生都羡慕崇拜有学问的人 如果她能亲眼看见她自己的女儿穿着博士袍 在这么多的博士硕士学士毕业生面前演讲 她一定笑得何不拢嘴 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爱和快乐 献给你们 你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重要的 都有独特的使命 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希望你们做最好的自己 使自己发光发热 照亮自己 照亮别人 希望你们能够尽早完成梦想 让自己先快乐起来 再把快乐的种子散播出去 让世界因为你而变得美丽 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